現在公布在2022年5月8日舉行的第六任行政長官選舉投票結果如下 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先生所得的支持票數是1416票 我現在宣布唯一候選人李家超先生在上述選舉中當選 鳩家超先生 憑喜倫家超先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我们对他有很高的期待 因为这个是香港完善选举制度下来的一个首场的行政长官选举 为未来立这个典范的一个选举 也是开创未来的一个选举 所以对行政长官有很高的期待 现在新的选举制度之下 所产生的那个1500个选举 就比以前很有共分的代表性 所以如果他能够高票东选 就证明他有共分的营兽性 这个政工就很务实很贴地 那么我相信未来三一计的那个特区管治班子呢 可能会更加团结和高效 那么我就希望呢 他如果纯尼东选呢 能够尽快和雷地通关啦 这个是香港市民的期望啦 也都希望能够尽快解决那个服务问题啦 不用那些排庇的人能够缩短的时间啦 我好开心因为我自己本身代表青年人来投票 我都是最年轻的那位 那么在很多我政坛上的前辈啦 做政策研究青年工作的前辈 都在现场 那么我感觉到大家都是齐聚一堂 在这个地方呢 一起去支持香港禁住这个日子啦 所以我自己本身都很很兴奋很开心 我昨天由上海飞回来的 因为我觉得一定要做神聖的一票啦 因为在上海我见到很多香港人都很希望通关 那么我这次回来 我都代表了很多在内地的香港人 很多朋友都跟我说 你见到特首你都要跟他说 如果未来的特首希望早点通关啦 两地的文化的交流啊 和亲情啊 不希望因为疫情已阻止了啦 那么今次有幸作为选委 相对之前那几届的投票流程呢 这次呢是非常之详纯和流畅的 因为都没有任何脱漏啊 没有任何意外 我觉得是希望香港会有一个好的篇章啦 这次呢就是完善选举制度之后第一场的行政上官的选举 那么很开心啦 因为今天呢也都很踊跃 我们几乎的选委都出来投票啦 那么自己呢是觉得很荣幸 今天也是一个很光荣的一个使命 那么去完成这个任务 那么希望香港呢 在这个那么好的氛围之下呢 能够越来越好 行政长官一定眼中要有我们香港的市民 这个就是他爱护我们的市民的一个表现 那么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同心协力 这样去共开这个新的篇章 那么香港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从放光芒 任何一位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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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是支持我 还是不支持我 我都冲心感谢 今天也是母亲节 也是佛单 也是国际红十字会 所定的世界微笑日 所以我们今天大家都可以 很开心地迎接今天一个 这么有历史性的日子 所以再衷心感谢每一位 去关心今天选举的所有朋友和市民 母亲节快乐 发展是解决很多问题的关键 我们必须加快发展 增强紧逼感和主动性 新一届政府 要利用好一国两制的制度优势 全面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深度参与大湾区建设 踏上经济发展的快车 我上任之后 会全力推进落实正光的工作 也都会保持 跟不同人士 社会各界 沟通联系 积极推展 其他方面的施政工作 以成果 取信于民 快来订阅通识 按旁边小铃铛 给我们点赞和分享哦 如果有什么想说的 也欢迎在下面多多留言呀